本山大叔总算是领悟到了健康是最重要的 看来明年的储席呢 他很可能跟我们一起坐在电视机前 看别人搞笑逗乐 可是本山大叔一旦缺席央视春晚的喜剧之王 还有谁能够继任呢 谁能够借机上位呢 当然这首当其冲的人选呢 自然是本山大叔的嫡系真传小沈阳 听着超高的人气 赵本山的大弟子小沈阳也顺利接到了 虎年央视春晚剧组的邀请 不过被这本山带进春晚大门的小沈阳 能不能够从此尚未独当一面 这或许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一位一小沈阳还剩多少家地 一出不差钱充分发挥了小沈阳 说学逗唱的各门绝技 十多年的沉淀一次爆发 后继爆发之后 小沈阳在随后的许多演出中 却开始有些后劲不足 搞笑桥段和模仿片段 来来回回也就那么几个 审美疲劳不可避免 毕竟相比起师傅赵本山数十年的积累 小沈阳肚子里的这些存货 确实是相行见处 要在春晚的舞台上站围脚跟 一招先吃遍天 可是行不通的 鱼龙二 小沈阳找谁搭档 不差钱成功的一个关键 还在于赵本山和小沈阳的角色定位 一个类似相声里的捧跟 一个类似豆跟 一老一少一装一鞋 配合的恰大好处 四斤的龙虾一只 对不起没那么大的 有多大的 有一斤多的 一斤多的有吗 有我还是没有 我 这个我跟你说 就是有没有你 这是你开的店 那你还不明白 这不差钱 那没有 如果小沈阳离开师傅单飞 那么选择搭档的问题 就非常头痛了 毕竟像本山大叔这样 既默契又有掌控能力的搭档 是打着登陆 也难找的 一问三 不差钱写不写续集 不差钱中分量十足的笑料 似乎让很多观众还看不过瘾 于是给不差钱写续集的呼声 一直没提些 而这本山团队向来擅长打造 系列小品 从卖拐到卖车 再到白云黑土系列 都是经典之作 如果在虎年春晚 见识推出不差钱的续集 似乎省力省时 还有效果 你不让我唱一个吧 不让你唱 你不让我唱 我就不跟你上菜 你不给我上菜 我找你老板去 你找我老板 我把你交代我的事 跟你说出来 我交代我跟你说 你要说 你要说 他肯定得唱得好 可是 从之前的系列小品来看 三情节不同 但是主要人物班底 确实不变的 那么 如果缺少了本山大叔的 不差钱续集 还会是原汁原味的续集吗 如果不写续集 小沈阳能不能凭借 其他剧本 笑傲春晚呢 这还真是一个 让人头痛的问题 小沈阳能不能凭借